我的生命牵给你 被祭祀叫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正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奢命 耶稣我爱你 希望我地跟随你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 使孩子有机会在这里 为复活的主作见证 天父你知道 祝求主赐下圣灵 在不足之处亲自补足 在欠缺的地方 主你来增添 求主圣灵恩高孩子的口 赐下话语 使孩子能清晰地表达 使弟兄姐妹和孩子 都能够同盟造就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路加福音一章78到79节 我们一起念好吗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亡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有一年春天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逛夜市 在那个摊位上面 就买了一只小乌龟 那个乌龟直径很小 大概不到五公分 它有燕红的色彩 沿着它的眼角 一直描绘到它的额头 很漂亮 它有一个学名叫巴西乌龟 我们就住到我们家的 那个水竹缸里面 我的孩子很可爱 他说 妈咪 这只乌龟是女生 我说你怎么知道它是女生 因为你看 它眼睛红红的有化妆 小小年纪就能够分辨 雌雄有别 好几次这只乌龟 就会爬上水面 爬在金鱼缸上面 一直在那边喘息 我想它一定是很想要逃跑 好几次把它放回去 躲在甲树甲山上面 我们常常会虚惊一场 有一天清晨 真的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它了 就觉得怎么 我们想它一定是沿着那个 金鱼缸滑下来 那我在想说它那么小 如果被我踩扁了怎么办 而且它下来以后 没有东西吃饿死了怎么办 我们沿着乌角和那个墙边 一直直直细细地找 就是找不到它 一星期两个星期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 总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那一年的秋天都快要困难的时候 天清晨我起来准备早餐 我突然看到沙门旁边 怎么有一团绿颜色的一团东西 我想说是不是一只迷途的青蛙 或者是一团青色的小野虫 我研究了半天才发现 那是一个龟壳 哇 我真的是震惊 把我震惊 非同小壳 我在想它死了吗 怎么不动 然后回鱼缸里面 它又开始啪啪啪啪 又开始滑水 那个动作很滑稽 原来它又活过来了 我在想说日以继夜的 它已经走了多少 几万个millimeter 几万公里 我在想它 它只要透过那个沙门 就是阳台 透过阳台的时候 我想它在想说 离巴西的故乡应该不远了 那些日子以来 我一直想说 它是用什么为生的 它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真的是 可是我很庆幸 在冬天来临之前 它又回到了温暖的水中 最近我们循序 渐进地跟着圣经 在读这些读经 我才发觉 每一个章节 怎么都那么有趣 其实从前都读过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在读 有知有味 我们看看约伯记的文字 这么美 你看 我们读它38章36节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 谁将聪明赐于心内 我读到这里 我就会想到 多年前跟这个小生物的邂逅 充满了神创造的奇妙和奥秘 是人脑不能参透的 我们再重读 约伯记38章39章的时候 神用造物之妙 来结问约伯 是谁立大地的根基 是谁关闭海水 谁界定成光 星树 雨水 冰霜 雷电 云彩 神又以动物和 情鸟的性情 来结问约伯 我们读读39章13节 14节 鸵鸟的翅膀 焕然三斩 其是显慈爱的羽毛 林毛和羽毛吗 因他把蛋留在地上 在尘土中使得温暖 你看 多鸟不笨 你看他这样 快快的好像很笨 其实他不笨 他把蛋留在地上 就是用那个沙漠里面 那个沙堆的温暖 来孵蛋 这个神 我们这位神 创造的宇宙 创造的世界 太奇妙了 造物的奇妙 有时候会让人惊奇 惊奇到没有言语可以形容 有一位植物学家 他在乡间漫步 走过一大片的西瓜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西瓜是怎么生长的 他刚刚在地上 一条条细细的藤蔓 那个藤蔓居然能够长出 那么大的一个大西瓜 他就嘖嘖称奇 然后他又走进了树林 树林他就坐在一棵 那个核桃树下面 那核桃树结实累累 在新西兰很容易看到核桃树 大概谁家的院子就有长 它就是绿皮 然后等成熟的时候 那个核桃就这样蹦出来 这名植物学家 看着树上结实累累的小核桃 他百丝不减 就自圆自愈起来 为什么上帝创造植物 这么不合逻辑 小藤蔓长出大西瓜 而大树却结出小核桃 就在这个时候 树上掉下了一棵小核桃 正好打中他的额头 他摸了摸被打中的地方 自圆自愈的 哇 感谢主 还好掉下来的不是大西瓜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回家的路 有一次听黄国伦牧师 他在一系列大型的布道会里面 他要推广嘛 要做广告 他说他要正道的主题很简单 只有三个字 哪三个字 回家吧 很简单哦 回家吧 我们就试着来讲讲回家的路 或者是找回家的路 由于疫情关系 我们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台湾 没有和台湾的家人 还有善居在世界各地的亲友 家有一个赖群组 叫做墨家的爱 我们就聊到 我妹妹嫁到温哥华32年了 比待在台湾的时间还长 新也早已定在加拿大 有一年他随旅行团 回台湾度假 特别抽出两天 回台中娘家 探望我母亲 旅游团结束的时候呢 他在桃园国际机场 就打公共电话 打公共电话给我母亲 很自然地说 妈妈我要回家了 母亲以为妹妹要回台中 所以从早一直等 等到天黑 一直等到天黑 坐在门边 一直盼望 幸亏我大哥回台中 告诉母亲 妹妹是要回她加拿大的家 每一年五月 我就会督促自己 要写一张生日卡片给母亲 每次一走到书局里面 哇 那个真的是满目琳琅 好多好多卡片 我就看到一张 有一个竹棚 竹棚下面有一个古井 哇 而且是那个阳光灿烂 非常美 我觉得那很像我幼年的家乡 台中汉西 那里有 家里也是有一个竹棚 是丝瓜棚 而且那个丝瓜瓜条很美 好像都有我童年的刻痕一样 可是自己有了小家庭 成了母亲 面对全然 纯真 无知的新生命 我很唯美地想 我怎么塑造她 可是她哭 她 爽身粉 我想她怎么这么不乖啊 当时有时候泄气极了 那妈妈常常会在电话那一头说 回台中 回台中家里 住几天吧 好几次我很想回去 却只能让心思飞回去 年轻的时候工作 结婚 生育 种种牵绊 回汉西娘家 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所以每年五月 我就一定提醒自己 一定要写一张卡片给母亲 那个台中的那个地址 我都记得牢牢的 我都可以背起来 可是手写的时候 就是一直会发抖 眼睛也热了 我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在未来的岁月 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 住过23个年头 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移民新西兰 住在基督城 已经超过了25个年头 四分之一个世纪 可以写一本 加在基督城的书 我要请问 如果可以选择 你会选择哪里 是你安生立命的家 我读我女儿的脸书 她有一次分享 有一天下班 路过那个人行道 让人行道人来人往 发现有一个 那个垂向 垂向人行道的树枝 上面夹了一个 很克难的那个纸板 上面写着 bird nest be careful 说她仔细看 真的有一个鸟巢 鸟巢里面 有两只毛茸茸的幼鸟 她就觉得说 怎么会有鸟妈妈 鸟爸爸会 会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竹巢安家 或者是经过探勘之后 发现这里有善良的人类 可以做好邻居 她说 希望世界上 所有看似不合时宜的 展示脆弱和袒露真心 都会有人在一旁 悄悄地提醒 恳请务必小心轻放 你会选择哪里做你的家 移民基督城 经历了2011年的大地震 还有还记得两年前 那个恐怖攻击吗 都记得 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在 这么美丽的家园呢 那时候 我刚好在上神学课程 有秘籍课程 是上苦难与危机辅导 苦难与危机辅导 正在上的时候 那时候就发生 纽约的那个 Superstone Cassidy 那个新闻很大 我们第一台的电视 更延伸说 如果奥克兰地底下的 火火山爆发的话 那个波及的面积将很广 而且还预测说 火江一直流会流过Queen Street 哇 那做得非常 非常的 吓人 那时候我先生是在 做那个Tour Guide 他刚好那天 要空车下皇后阵 我就在铁门目送他 他车子一转弯的时候 我看到后车门 怎么就这样开了 哇 我赶快跑回家里 打他的手机 告诉他 那个门没有开 在上课的过程里面 就有这个小小的实习 正如约伯记 五章七节 人生在世 避遇患难 如同火星沸腾 哇 我想 那时候已经是十几年前 我读书 读神学院的时候的事 那现在 那几乎每天 每天都有这种大新闻 是不是 而且那两年 我自己也亲身地经历 亲人的伤痛 那可是一个危机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转机 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 妈妈过世以后呢 就几乎都变成五六十岁的老孤儿了 那在姐姐的建议下 办完母亲的追思礼拜 我们全家就去做了一趟民宿之旅 也拉近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们一大家族都还没有人信主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大片合场 在母亲的追思礼拜 刚办完不久 我的妹妹 我二妹就回到乔居地的温哥华 那不久就传来妹夫的噩耗 她被医师诊断为肺癌末期 哇 她那时候很年轻 下面还有未成年的子女 真的是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妹妹在安宁病房陪伴丈夫的时候 有时候到心力交瘁的地步 她很希望说 哇 来一场世界大灾难 这一切就马上就结束了 那该多好 她真的是很希望这一切都能够结束 很心疼啊 那正在这样想的时候 刚好在那个窗边 一只飞鸟飞过 她就想起说 哎呀 圣经上面叙述 这飞鸟不种也不收 天父尚且养活她 人不比飞鸟贵重吗 才又重启生的力量来 我们是处在一个看不见上帝 却要凭着信心来经历上帝的年代 我妹夫临终的时候 很奇妙 这个回家的路真的是很美 我真的要做这个见证 她的小组长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成千上万的天使 从天边一路一直延伸 一直延伸 一直延伸到医院的长廊 哇 那个唱着诗歌 然后急着鼓 铿锵有力 她就很纳闷 她说奇怪 我们全教会 最多最多也不够两百个人 那哪里来这么多人呢 那她仔细一听 我妹夫叫Rachel 她说Rachel 哇 大家都在为她祷告 那用我们人很有限的头脑会想 她就跟我妹妹说 哇 我相信神会医治 会医治我妹夫 那天 临终的那天 家里家族全部都聚集了 也是我妹夫要求 大家买了她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可是她一直都昏睡 那个护士说 哇 她一天都没有进食 不过有醒来几次 她告诉护士说 哇 我要 我要迟到了 我要赶船班 哇 那个护士只当她意识不清 那那时候 其实她做化疗以后 她头发都掉光 头发都光了 然后她的大儿子读大学 也把头发都剃掉 陪着爸爸 她在爸爸耳边说 你是我的一个勇敢的斗士 很有法为人 那我妹妹也很感激她 当她有移民加拿大的机会 又有三个听话的小孩 那在牧师的祷告 众人清唱着诗歌声中 她就习了世间的劳苦 就如圣经启示录 我们一起来念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 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故事还没有完呢 那个追尸礼拜结束以后 我妹妹已经忙了一整天 她觉得必定会很好睡 可是在床上翻来覆去 就是睡不着 她就是睡不着 她就顺手 她是一直用荒漠甘泉的有声书 来做灵修 她就睡不着 她只好就打开那个录音带 照道理来讲 她是三月 读到三月七号 再按下来应该是三月八号 她不知道为什么一按下去 突然跳出来 六月七号的荒漠甘泉的课程 是约伯纪三十五章 照我的神在哪里 他使人夜间歌唱 那个录音带就转出来 你是不是睡不着 在枕上翻来翻去 等待天亮呢 求神的灵 使你的思想集中于神 信他能使你在难过 寂寞的黑夜中歌唱 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 失去了亲爱者呢 岂不知道你的神 这时候真亲近你 要你知道 离你的已经平安 在神那里 并且快乐远胜在地 哇 在寂静的夜里 他好奇妙这个经历 他听到神亲自对他说话 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主耶稣是好牧人 好牧人按时候分量 使我们这些信有神的人 有诉说不完的见证故事 我妹夫 原先是被医生判定 他只有三个月的生命 后来他卧病两年多 这两天多里面 他们全家一同信主 得救受洗 因为这个化了妆的祝福 他们得到了永生的礼物 他是说 他如果不认识这个神 那一阵子 那些日子 他不知道怎么样走过来 还记得有一首诗歌 你从哪里来 要往何处去 朋友 朋友 请停一停你流浪的脚步 在这世上 我们都是客旅 我祈祷 最亲爱的家人 都能够遇见神 看不见神的人 不会爱神 看见神的人 必定会请尽生命来爱他 在我们 在上这个密集课程的时候 又读一本书 叫杨斐力 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 《无语问上帝》 这个作者 就先从信心来谈起 我们人的信心 经常是建立在 神迹和经验之上 建立在这方面的信心 就像耶稣 在比喻中说的 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 当没有神迹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就像雨林水冲 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五节 雨林水冲 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在磐石上 立在磐石上 我们要操练 对神有信心 相信即使在黑暗 低潮中 神的爱依然存在 这时候苦难的争议 就出来了 苦难是催念我们 催念我们 要在痛苦中的人们 神让我们要看得更清楚 自己的信仰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 我们读五语 问上帝的时候 就有三个问题 上帝公平吗 上帝沉默了吗 上帝隐身了吗 上帝公不公平 你们觉得 其实上帝的公平 是很高的 他 在旧约里面 对以色列人是赏罚分明 一清二楚的 我们其实是达不到 上帝的公平的标准 达不到他的要求 那第二个 他说上帝沉默了吗 为什么他不明白地 显明他的旨意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对他们旨意 非常清楚 我相信我们读旧欲都知道 可是 以色列人有顺服吗 有没有顺服 上帝不让他们做的事 他们偏去做 上帝让他去做 他们去做的事 他们却不去做 有时候我想想 我们要怎样学习 信心的功课呢 第三点 上帝隐身了吗 为什么他不偶尔现身一下 让怀疑他的人 哑口无言 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人们根本不会怀疑 因为他们只要打开帐幕 就看到云柱在那里 就知道上帝同在 这么明显 他们都还是信心会动摇 是不是 所以在以色列民 进入迦南地之后 上帝就不用这种方式显示了 他是怎样 用末世世师和先知的方式 让这些先知和世世 成为上帝的出口 我们读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又是不能参透 人真的是很有限 无语问上帝 他最主要的部分 是要把我们带到 去看苦难的问题 那作者的结论是说 人生有苦难 事实上确实有不公平的事情存在 在苦难中 信仰产生了疑惑 在苦难中 对沉默的上帝 产生了失望与怀疑 人生中难以解释的磨难和苦难 在在地挑战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看看约伯纪二十三章十节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上帝是一个灵 无法被物质事件所限制 也无法经历肉身的软弱 但是耶稣一来 这一切就完全改观了 他体验过身为人的滋味 旧约让我们看见 上帝是什么滋味 在新约就记载 上帝学着了解 当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所以那个作者说 证明上帝始终是与人同在的 又以约伯为个案 深入探讨苦难对于人生的意义 将我们把我们将追问苦难的原因 转向思考苦难的目的 苦难是有目的的 将我们追问的视角 从暂时的此案 转向公义的添加 这个是很大的工程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体会 许多信心平临危机的人 试着从神的观点 去窥视苦难的问题 得着一线曙光 转而重新得利 我们再读读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原来苦难临到是有意义的 是有用意的 耶稣他亲自刀成肉身 来到世上 面对着最大的不公 体会了人间的苦难 给人类指出了一个 解决不公和苦难的方法 那就是爱和饶恕 我把它总划成这么小 爱和饶恕也是我们回家必经的路 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 进入沙漠的人都有去无回 直到1814年 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 这个死亡的魔咒 当时沙漠中随处可见 逝者的骇骨 队长总让大家停下来 选择高地挖坑 把骇骨 把骇骨掩埋起来 还用树枝或者石块 为他们树一个简单的墓碑 但是沙漠中的骇骨 实在是太多了 掩埋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 这时候队员们就开始抱怨 我们是来考古的 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 但队长固执地说 每一堆白骨都成是我们的同行 怎么能忍心让他们沉湿荒野呢 大约一个星期后 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一些古文物 但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天地刮起了风暴 几天几夜都不见天日 接着指南针也都全部失灵了 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 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了 他们这时候才明白 为什么从前那些同行 没能够走出沙漠 危难之际 队长突然说 不要绝望 记得吗 我们在来的时候 在路上留下了路标 他们沿着来的时候的路 一路掩埋 竖起的那个目标 最终就跟着那些十字架目标 走出了死亡之海 当他们走出来以后 接受泰晤士报的记者采访的时候 考古队的队员们都感慨地说 善良是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路标 这个爱的表现 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 读整本圣经 就是只有一个字 就是爱 神爱世人 就是一个爱 就是一个爱字 前两周在献堂主日的时候 儿童的小朋友真的是很棒 他们画了九张图 太美太精彩了 我相信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洁志 都是带领我们回家的路 都总结在一个爱的字里面 我再讲一个爱的故事 在一个婚宴场合 一名中年男士认出他小学的老师 于是上前恭敬地说 老师您好 你还认得我吗 老师说 对不起 我实在记不起来 学生说 老师你再想想看 我是当年在课室里面 偷了同学手表的那位学生 老师看着面前的这位学生 还是摇了摇头 说我真的认不出你 学生就叙述 当时你叫全班同学 站起来面向墙壁 再用手帕 蒙上自己的眼睛 然后你一个个 搜查我们的口袋 当你从我口袋里面 收出手表时 我想我一定会受到 你的谴责和处罚 一定会遭到班上同学的鄙视 也将在我人生中 落下不能磨灭的 耻辱和创伤 但是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 你把手表归还给物主后 就叫我们做回原位 继续上课 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 偷手表的事 从来没有被提过 或被传过 老师 现在你应该记起我了吧 老师微微地笑着说 我怎么会认得你呢 为了同学之间 能保持良好的关系 为了不影响 我对班上同学的印象 当时我也蒙上自己的眼睛 来搜查学生的口袋 哇 学生听了紧紧地抱着 面前这位年老的老师 师生两个就这样 默默地拥抱着 给人容身的空间 给人转身的台阶 这不只是慈悲和智慧 更是一个高超的境界 我们再谈一谈饶恕 饶恕真的是一门艺术 要很高的智慧 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讲得清楚的 我不知道 你们心里有没有 不能饶恕的事情 或不能饶恕的人 我们人很容易收集黑点券 哇 一个人对不起我 一个人曾经侵犯了我 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反复地想着 好像已经被伤害了上百次一样 整个思维都绕着那个人 绕着那件事 想想看 问问自己 已经伤害了你 你还要以念念不忘的方式 来凸显对你的重要性吗 凸显这件事 这个人对你的重要性 所以有人讲得很中肯 从上帝发出的饶恕是恩典 从别人发出的饶恕是爱心 因为有爱心 才能生出饶恕的行动力量 可是最难的呢 就是从自己发出的饶恕 从自己发出的饶恕是智慧 饶恕是释放一个囚犯 那个囚犯就是自己 人心有时候很脆弱 经不起风吹雨淋 如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 见记在沙土上 当然经不起风吹雨淋 我们很多忧虑 很多恐惧 都是因为人与那永恒的力量 失去联系 基督徒常常要求圣灵 借着祷告来使人回转 再问问自己 有没有人或哪件事 在你心里是无法原谅的 我们必须要为对方的好处着想 生命就可以改变 我们希望神的国在我们心中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容纳得下 神的国是吗 神的国是这么样的奥秘 有时候真的是要靠圣灵引导 我们知道 唯有耶稣赐下的爱和宽恕的恩典 是人生一切问题的解决源头 唯有上帝知道那条穿越旷野的道路 该怎么走 我们要问问自己 要怎么样培养饶恕的能力 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 读过一篇文章 说人类已经征服了太空 登陆了月球 可是近在咫尺的这一颗心 却不了解 我们不了解自己 可是我们了解神 所以我们读诗篇139篇16节 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写在你的册上了 是啊 我们不了解自己 可是上帝了解我们 我们与其耿耿 与其终日耿耿于怀的 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伤害我们的事耿耿于怀 不如数算我们的恩典 因为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生命 都不能带上永恒价值的光泽 人生中的苦难 可以使人发觉个性里 不为人知的深度和生命的潜能 感谢神 我们最小的事 对神的爱来说 都是一件大事 我们最大的事 对神的能力来说 都是一件小事 若是苦难 可以吹逼我们亲近神 那么苦难可真成就了 使人蒙福的恩友 使人蒙福的义友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谈谘 教会存在的功能 就是可以疗伤 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属灵的家庭 真的是很棒 有些人是生命走到了尽头 才寻求神的帮助 那有一些人呢 是教会在团器里面 在小组里面操练 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翻转 我们常常一通安慰的电话 可以帮助一个灵魂 不再把眼光 专注在自己的困难上面 而注目在上帝的身上 上帝的话语 真的读经很重要 他的话语真的是 解忧的万灵丹 能帮助人在危难中 树立信心 当人们伤痛的时候 正是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的时候 别让伤痛的人独自面对 协助他们在危难中 找到出路 主导文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地上的家 要仿造天上的家 我们讲这个情绪智商 是真的是很重要 做尤其是一个一个家形成的 那个家最主要就是父母 父母很重要 父母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的情绪稳定的 能够把能量给出去 也能够成为孩子生命中的榜样 我最记得小孩子不管多 我记得读过一个母亲 在疫情当中为她的孩子祷告 把她完全交给神了 非常感人 我记得我女儿这么大了 我也是才不久前 她身上就长了很多很多的疹子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 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能够倚靠谁 我们来读一读以赛亚书 四十四章三节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真的 我觉得做父母是一个榜样 你可以带领孩子来认识神 然后将他交给神 那我相信一定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一进大学的时候就成为基督徒 是他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 等他父亲从军中退伍以后 他就邀请父亲说 现在时间多了 可以来读读圣经 父亲成为基督徒 母亲也成为基督徒 最小的弟弟呢 要出国深造的时候 他就送他到机场 他说姐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 那我就把耶稣送给你 当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你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 试试看 姐姐只能送这个礼物给你 那也很奇妙 弟弟第一次出国 才下飞机的时候就遇到难处 因为要来接他的人没有联络好 没有联络好呢 他整个机场的人都走光了 都空了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到大学去报道 这时候他就想起姐姐的话 他就说 他就真的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才一祷告完了 就看到一位老妇人 他剖着脚 一剖一剖地走向他 哇 他有一点怕 他怕遇到诈骗集团呢 这个老太太就知道 他没有联络好来接他的人 所以他就说 因为我是空车要回城 我可以载你一城 那他就载到他的学校 然后他要付他费 他说他不收费用 就留给他一张名片 告诉他说 下一次你如果有急着要叫车的话 你可以打我们的租车行 那等老妇人走远以后呢 这个弟弟啊 他就要收起这个名片的时候 翻到背后四个字 耶稣爱你 他很震惊 很震撼 然后住到宿舍以后 哇 水土不 水土不 开始牙疼 牙疼不是病啊 痛起来真要命 他牙齿疼的时候 他就只好 到校医那边 哇 校医 因为刚开学 满档 没有空档 要好几个月以后 才能够轮到他 哇 他回到宿舍 坐在那边 不晓得怎么办 他又想起了耶稣 他就开始一祷告 很奇妙哦 耶稣真的很爱他 他一祷告完 电话铃声就响 是校医打来的 刚刚有一个人刚退掉 你赶快过来吧 很奇妙哦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以你能够作为基督徒 会感觉到说 会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吗 不愿意跟人家讲 你是基督徒吗 我记得我公公 他过世的时候 因为家里 只有我跟我女儿 是基督徒 所以公公的告别式 是用道教的方式 那个灵堂 非常的庄严 也是有花山 有云彩 很漂亮 我自己一个人 我那时候感觉很孤单 我就祷告 我说主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很奇妙 我正在祷告 我就 奇异恩典 我不相信我的耳朵 我说怎么可能 我想说可能 我自己想象的 哇 我再仔细听 真的就是那个乐师 在奏奇异恩典 但他奏完的时候 我特别 我特别跑去说 怎么回事 在道教的 传统的道教方式 会有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最经典的奇异恩典 原来他们是 跑场子的乐师 一架电子琴 一台大提琴 就这样 他就着乐谱 在那边坐乐 我那时候才知道 主的安慰 在那个时候就临到了 那在佳祭的时候 我就请他们说 不论如何 你一定要再给我 拉一次这个奇异恩典 有一次我自己 到菜市场去买 那个 因为锅盖坏掉 去买锅盖 只有传统市场 才有那个锅盖 那我一直去 哇 好妙 那个是打地铺 就是地摊 然后他自己有一个收音机 他就在放师哥 哇 我就觉得 怎么那么棒啊 我就买完以后 我就特别跟他说 哇 好棒哦 师哥 然后那老板娘 就把我拉到一边 小声地问说 你是 对对对 我是基督徒 好像地下组织 打暗语 要相认一般 真的 我真的祷告 真的不要以福音为次 我祷告主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复兴 真的是很奇妙 太多见证讲不完 现在到第几章了 好 我们看二十章 先看耶利米书好了 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你就应允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真的 我们的神是 真的很奇妙 我们再看 诗篇二十五 二十五章第四节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然后二十五章十二节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 他当选择的道路 这几节经文都跟道路有关 都跟我们要 回家的路都有关 所以真的是 紧紧地抓住神 我们希望在我们回家的路上 一直都有神在陪伴 我在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位老师 叫班上每个同学 各带一个大袋子 到学校 还叫他们 大家去买了一大袋的马铃薯 是这一周的作业 老师教大家给自己 给自己的作业是 如果有谁不愿意原谅的人 选一个马铃薯 将这个人的名字 以及犯错的日期 都写在上面 然后把马铃薯 丢在袋子里面 第一天 那个小明就觉得 这个活动真好玩 很好玩 可是第一天 他的袋子里面 已经有九个马铃薯 哇 他理了一个新头发 同学说 真的头发好怪 好 丢一个马铃薯进去 一个同学碰到他了 好 再丢一个 哇 你作业借我操好不好 不给他操 不给你操 好 OK 我再丢一个马铃薯 第一天就有九个马铃薯 他就说 他发誓 绝不原谅这些 对不起他的人 老师要求一整周 不论你到哪里 都得带着这一袋 这个袋子 学生扛着袋子到学校 要扛着袋子回家 然后跟朋友外住的时候 也是要带着袋子 一周那袋马铃薯 就变成了相当沉重的负荷 把每个人都压垮了 大家都等不及作业 赶快结束 老师就问 你们知道自己 不肯原谅别人的结果了吗 会有重量压在你的肩头 肩膀上面 你不肯原谅的人 越多 这个袋子就会越重 这个袋子要怎么办呢 老师停了几分钟 让大家想一想 然后老师自己回答 很简单 放下来就好了 放下来就好了 好 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把眼睛 闭起来好吗 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 默想 把眼睛闭起来 2022新的一年 又是一次生命的重生 岁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起点 过去的年月 曾经遭遇挫折 经历了烦恼和忧愁的事 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我们 罪常常超出 我们所能承受的 罪的重担 也时常压得我们 灵魂忧伤痛苦 主向受苦的人呼喊 来我这里 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求主帮助我们 学会管理怒气 不要让怒气 在自己心里停留太久 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 记载 从外面进去的 不能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 才能污秽人 因此 我们所要处理的 不是别人 对我们做了些什么 而是我自己里面 那些有罪的反应 憎恨的反应 论断的反应 无论我们在过去 经历了什么 求主赐我们感恩的心 顺境是为了 让我们前进得更轻快 逆境是为了 让我们前进得更稳健 饶恕的根源 来自神慈爱的本性 祂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慈爱的神 圣经记载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们都是罪人 好像一个永远 无法偿还负债的欠债者 基督遮盖我们的罪过 使神是我们为义人 不再追究我们的罪犯 这是多大的恩典 保罗勉励信徒说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帮助我们依靠圣灵 依靠圣灵的能力 来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弟兄姐妹 当发现自己迷失在 绝望的黑暗中的时候 要记住 只有在黑夜中 你才能看到星星 而星星 将为你指明回家的路 亲爱的主 我们定义要遵行你 眼中看为正直的事 却往往偏行己异 以至于一再地使自己 掉入旷野中漂流 求主怜悯 也求主施恩 因为在你手中 有我们一生的蓝图 当我们的软弱时 当我们软弱时 当我们不自觉地犯错时 求主拉我们一把 保守我们脱离凶恶 脱离试探 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冤枉路 求主时常更新我们的心意 带领我们回家 认识你更深 爱主更深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谢谢我们建兰阿姨 给我们所分享的 回家的路 当回家的路的时候 有一个很深刻印象的两个点 一个爱 一个饶恕 如果你知道神爱你 那你就知道你要回家 如果你要领受神爱你 你要领受天父的爱 你要知道 你要饶恕你自己 当我们唯有 我们饶恕我们自己的过 我们饶恕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懂得去领受天父的爱 因为我常常听到 有人告诉我说 我觉得我不配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误会 我做过很多的事情 我不配神的爱 所以他不愿意饶恕自己 放下自己的过错的时候 他就不能经历到天父 那无条件的爱 今天我们谢谢 建兰阿姨给我们所分享的 她所读的好多的祷告 我好感动 今天这时候我要请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对神做一个回应 对神的话语来做一个回应 当神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 我要来安慰你 我要来医治你 我要来示范你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要把我的生命 交给那爱我的主 当我愿意把我生命交给他的时候 神的平安 神的喜乐 他的祝福要领到你的生命 因为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 阿们 阿们 让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 说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 让我们一起起立 对主说 主啊 我在这里 在2022年的年头一开始 我再一次把我的生命献给你 不管我的生命 不管我接下来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 可是我知道 耶稣 我可知道爱我的神 你爱我 爱到底 你一定会带领我 一直到回家 来 圣上神明 给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因你恩典 是我的一世风靡 你的选择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 被吉时交跟随你 约你的荣耀 正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跟随耶稣 我提出 献上神明 你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因你恩典 是我的一世风靡 你的选择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 被吉时交跟随你 约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你如何为我生命献给你 赐给我 属于你的梦想 赐给我 属于你的梦想 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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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给我肯闭 点灵力量 乌胤생 善痴 烧疼到下 我的生命献给你 一起使家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掌陷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 一起使家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掌陷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喜乐地跟随你 写上生命 给最爱的耶稣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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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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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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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